中文经典,一股见经 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读孙子兵法 来读孙子兵法军争篇的第二个部分 军争为利,军争为威 在这个部分当中主要讲的就像曹操所注解的一样 叫善者则以利,不善者则以威 这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会真的能争到利 不会真的反而把自己投入危急之地 比如我们昨天所说的 照说两天一夜急行军去争利 因为他懂得迂直之计 能够治人而不治于人 所以知战之日,知战之地,百里而会战 对他来说这就是军争为利 如果他没有前面所说的那么多铺垫表演迷惑清军 那么他急行军过去之后 真有可能中了敌人的唯点打员之计 那就是军争为威了 所以很多同样的事情 我们看到别人做的那么漂亮 自己也同样照着做一遍 结果全折进去了 那是因为人不一样 那背后所做的准备也都不一样 举军而真利则不急 伪军而真利则资重捐 举就是全部的意思 就是全部的军队 带着自己的装备兵马 盔甲器械 两朝 资重一起行动 则不急 那就是行动速度很慢 赶不上的意思 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必须不带资重 清济 急刑 这叫伪军而真利 伪就是抛弃 抛弃掉一些资重 轻装前进 则资重捐 那就是捐给别人 捐给谁不知道 总之呢 你就是丢了 事故卷甲而驱 日夜不处 背道奸行 百里而真利 则请三将军 静者先 辟者后 其法十一而止 卷甲而驱 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 那个把盔甲卷起来 轻装前行 日夜不处呢 就是昼夜不停 不休息 日夜奸行的意思 急行军 急行军一百里去真利 那左宗右三军的将领 都要被别人所俘虏 为什么呢 因为急行军一百里不休息的话 身体强壮的人 赶到了 身体差的人 就掉在了军队的后面 等你赶到的时候 大概也只有 十分之一的士兵 能够先到 那么大部队 就变成了小部队 到那就直接 被敌人给吃掉了 而且敌人还可以 一一代劳等在那 当我们那些 身强体壮的士兵 跑到那 已经变成 皮兵皮将了 那么陆陆续续就位 喂上去 一口一口的 被敌人所吃掉 我们前面所看过的 一个叫 肥水之战 谢玄八万人 胜了 腹肩八十万大军 虽然总数是八十万 但是八十万还没有到 没有全到 没有集结完成 好多还在路上 已经抵达的 那个战场有多少 史书上没有具体的记载 但是谢玄 正是得了 诸续的情报 他知道大军还没有到齐 所以迅速出击 才击溃了 附件的八十万大军 古代行军 三十里唯一射 这就是一天 正常的行军速度 是走三十里路 背道 肩行就是翻一背 行军六十里 日夜不处 就是晚上通宵也紧接的走 然后再加四十里 百里而趋利 就是一天一夜 集行军 一百里 前面我们说的很多的战利 就是照射集行军 两天一夜 可以达到一百六十里 按兵法来说 他就给人给抓了 那怎么办呢 他在离敌人五十里的地方 就停下来 扎营布阵 一是等待自己后面 掉队的人跟上 到了吃饭休息 第二是留五十里 给敌人来走 我等你跑到我这里来 五十里而真利 则绝上将军 其法半制 这条就是照射留给秦军的 我们昨天讲到的那个秦军 他自己从自己的守臣 在打过来的时候 急行军五十里过来 其法半制 只有一半的人能到 那则绝上将军 就是你的先头部队 就要受到挫折了 上将军就是先头部队的那个将领 三十里而真利 则三分之二制 按照正常速度来进行行军速度的话 三十里也就是三分之二的人能够先到 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落在后面 事故 军无自重 则亡 无粮食则亡 无伪积则亡 自重就是装备 粮食 被俘物资 这些都叫自重 伪积是什么 就是物资 财货 所以军队实际上非常脆弱 没有自重会死 没有粮食会饿死 没有物资 你也会死 你想在朝鲜战争没有冬天的衣服 没有被子 就会整连整营的冻死在正地上 其实讲这么一大段 他主要讲的是三个道理 第一个就是男者不会会者不难 对于智者来说是利益 对于愚者来说就是死路一条 如果你只是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就不要以为别人行 自己也能行 其实未必会行 第二就是行军是战斗的一部分 甚至比交战更重要 兵法还讲速营 就是你住在哪里也很重要 也是战斗的一部分 在哪路营 在哪速营 什么时候速营 甚至比交战更能决定 一场战争的胜败 到了交战的时候 胜败其实已经定了 由行军和速营的决策定 照说圣秦军 就是行军和速营决定的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 说行军就是战争 战争的才能 就是运动的才能 他专门研究过行军的速度 传统行军速度 是一分钟走70步 他提高到一分钟走120步 所以他打仗不是靠士兵的枪 而是靠他们的腿 还有一个特别能行军的将军 就是速营 他是最直到迂回之际的 他脑子里装了 整个战区的地图 所以他才可以穿插过来 穿插过去 总能就像是神兵天将一样 打到敌人最软肋的地方 我们把行军当做战斗的一部分 速营当做战斗的一部分 再往前推 你会发现 其实训练也是战斗的一部分 他甚至比战斗本身 更重要的一部分 所谓平时多流汗 战时才能少流血 就是这样的意思 再往这样推下去 其实发现 最不重要的就是战斗本身 因为一切都在之前决定 但是我们平时读到的 看到的 听到的 我们感兴趣的 都是战争当中的那个博弈 很少有行军的故事 很少有露营的故事 几乎没有训练的故事 因为训练没什么故事 就是在训练 就是在很辛苦的 练各种各样的招数 套路 敌我攻防的技巧 所以功夫都在没有故事的地方 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 叫善战者 无致命 无勇功 真英雄 没故事的意思 第三个道理 就是说军队的脆弱 军队你别光看着 好像高达威猛 一群拿枪 真枪核弹的士兵 其实他们非常的脆弱 一个不注意就得全军覆没 天下之至强 也是天下之至弱 在我们觉得自己很强大的时候 更加小心 看看自己 是不是其实也很脆弱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 不能欲交 不知山林贤祖 沼泽之行者 不能行军 不用相导者 不能得地利 什么意思呢 就不知诸侯之谋者 不能欲交 欲就是同给欲的欲 曹操的注解 就不知敌情谋者 不能结交也 如果你不知道 各个诸侯国的政治意图 就不能决定自己的外交方针 也不能邋交外援 孙子兵法说 上兵法谋 其次法交 你要搞好外交关系 就知道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和意图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博弈论的思想 所以孙子兵不仅仅是一本军事著作 他也是博弈论学者所非常推崇的 很早的博弈论的著作 具有竞争获得对抗性质的行为 称之为博弈行为 在这个行为当中参加斗争 或者竞争的各方 都具有不同的目标或者利益 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和利益 每一方必须考虑 对手有可能的各种行动方案 以力图选取对自己最有利 或者是最合理的方案 在博弈的策略当中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不要只看到对方博弈和利益诉求 而是扩大整个游戏的参与方 甚至改造这个游戏 把很多其他看似不相关的人和利益 拉到这个博弈游戏当中来 加大我方的博弈筹码 战争也不只是看敌我双方的博弈游戏 也可以扩大到游戏的参与方 把其他国家 其他的事给拉进来 从而获得一些外援 以增加自己的赢面 所以你看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克里米安问题 他就是和中日钓鱼岛问题 给联系起来看 一个地域的游戏 就变成了一个全球博弈的游戏 不知山林险祖 沼泽之行者不能行军 曹特的注解叫高而从者为山 种树所聚者为林 坑建者为险 一高一下者为祖 水草建家者为之 就是湿地 种水所不归留者为责 就是湖泊 所以要所有的地形都很清楚 你才能进行行军 不用相导者 不能得地之力 相导就是相导 你不重视相导当地人的 你就不能得到地利的优势条件 对于地形地利的研究 是非常细致的一个工作 有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就是诺曼尼登陆 在登陆之前 盟军对于诺曼尼地形的侦查 是细致到了极点 晚上他会派间谍 潜水摸到沙滩上 去取沙子和泥土的样本 然后去调查沙滩上 沙滩有多厚 下面的泥土有多少 软硬是怎么样的 坦克能不能开上去 最后的结论就是 沙滩太松软 坦克不能开 一开上去就会陷阱去 那怎么办呢 就是先开上去一辆 来扑地毯的坦克 前面架一卷地毯 帆布和木板做成的 一路扑过去 后面的坦克 才能跟着开上沙滩 对于那些反坦克 钢架怎么办呢 就先开上去一辆坦克 近距离的对钢架 各个焊接点来打 那就放炸弹 轰垮了之后 人钻出去坦克 把那些钢架给系上钢篮 然后把这栋铜烂铁 再给拖走 那再往后是地雷 再去打 之前专门设计了排雷坦克 就像个大怪物一样 前面顶着一个大转轮 转轮上挂满了 流行锤 开起来转起来 无数流行锤 一直在地面上 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把地雷全给引爆了 后面的部队再冲上去 你想如果没有之前 这些周密的侦查 和针对性装备的设计 和开发和研究 有多少人会死在 诺曼里登陆的这个海滩上 所以要知道地雷 就是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的背后 是无数的细节 无数人的努力智慧 和无数人的生命构成的 故兵以诈力 以力动 以风和为变者 兵以诈力 这句话有点误导 有人把它当作 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 说以诈力 利润就是诈 就是各种阴谋诡计 但是从整个孙子兵法来看 五十七级先胜后战 那都不是诈来的 所以读书要联系上下文 我们听人说话 要看他说话的语境 语言学家研究说 文字本身只能传达 言语意思的7% 结合说话的语境 才会获得完整的意思 所以我们不能把别人的一句话 从语境当中抽离出来 孤立的解释 甚至放大到别的语境去放大 那就会偏离作者的本意 孙子讲兵以诈力 是在军真片里讲的 因为前面基于庙堂 作战 谋攻 形式 虚实 都讲完了 然后讲两军真胜 再讲诈 诈是什么 诈就是假动作 用足球赛来解释 是最简单的 就是你每一脚上去 都是有假动作的 诈就是隐藏自己的意图 欺骗敌人 调动敌人 这多方以物质 让别人想方设法 去犯错 以足球为例 诈就是假动作 但是你不能专门练假动作 对吧 你没有一个球员 是专门练假动作的 兵以诈力 但是你如果把它变成了一个价值观 那你就认为 诡诈之人才能成事咯 那就是自欺欺人 把自己给诈进去了 孙子讲的诡诈 可他不是诡诈之人啊 以力动这句话又有奇异了 例子怎么解释 利益还是见利而动 人家诱你就是以利诱之 去了不就中计了吗 所以利是有利 根据胜利的原则 有利才会去行动 这句话好像没什么嘛 就有利才行动 当然了还用说吗 当然要说 因为不能做到有利才行动 才是我们最大的弱点 我们行动原因 往往是因为焦虑 是因为压力 是因为贪婪 是因为愤怒 而不是真正的对自己有好处 有利的原则 是我们行事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不管之前怎么样 唯一要把握的就是 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 对我们是有利的 以利动 不是见利而动 是有利才动 就这句话 绝大部分人 其实很难做到 因为都会被自己的 主观情绪所影响 以风和为变 曹操的注解 叫一分一合 以敌为变也 风和之变 就是激震之变 兵法当中又叫分战法 大的战术 就是风和激震 李靖说兵散 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那么明天会和大家来讲 大家很感兴趣 也是很有名的 在孙子兵法当中的一段 叫做风陵火山 奇迹如风 奇虚如灵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这是怎么来进行解释 我们明天再见